電視機頭前的鄉親 有多久沒用手提筆來寫卡片 六甲高中特別印一筆很漂亮的冰箱品 並且基本就是一人一筆 團送幸好的活動 欠到1300名的學生 用文理寫下對老師親人的感謝得很好 六甲高中的學生 發起一人一張牌的活動 學生一筆一月 親手有寫卡片 用文理向辛苦比最愛的人團送幸好 賣入快遞即將賣入第三年 以往我們都是以校念為主 但是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跟學務處還有辦聯會擴大辦理 全校每個人發放一張明信片 我們會在1月4號的時候 請郵差寄送到大家的手上 這次孰心做會嫁出一千三百中的明信片 就跟郵教特別派出郵母書來幫忙團賞 賣入2021年 我們中華郵政始終秉持著 為社會傳遞幸福跟美好的生活理念 雖然時代跟科技在演變 送信傳情的方式改變了 但是我自己深信 寫信人的因切期盼 還有收信人的引領期盼 我們郵差的使命必達是不會改變的 有跟高中學長任意現表示 這項團賞幸福的活動已經建立第三年 原本是由高級解說團的核心社團發起的好來活動 以明信片搭配麻糬 跟祝祝祝好跟感謝 今年活動更大 讓所有學生能夠跟愛走出去 入港高中的古蹟解說團是全國知名的服務性社團 那也已經是連續第三年來舉辦這樣子小路快遞的活動 藉由傳遞幸福來讓我們這個歲末年初的時節更加的溫暖 那今年特別結合入港郵局的合作 我們一起來將這樣的幸福跟溫暖傳遞給在外地的 無論是游子或者是親朋好友 希望在2021大家都能夠有好的運氣 很久沒花筆寫了 不如賺到過年 俄羅江高中的核心金子 用手削腳皮 跟這份心意消耗想要很好的人 多張華新聞林貴英 六江財宏報道 不如賺,敬議員